2022宋中基复仇新剧 一开播就霸占几条热骚 今播三集就创下了10.826%的收视率 开分8.6 这次是重生爽文 卑微引人小秘书 重生为韩国第一才发家族的小儿子 很多网友看完都说上头 太上头了 高中毕业的尹仙宇 韩国第一才发家族里当秘书长 虽然职位不低 但却因为学历低和平凡的出身 处处遭人鄙视 才发儿子说翻脸就翻脸 不开心一壶开水叫到头上 他没有半点怨言 不仅如此 连下属都在背后说他活得像狗一样嘞 区区高中学历 根本不配当财阀家族的秘书 咸宇坐在角落里心里不识滋味 可下一秒财阀夫人就来电话 说有紧急情况 他泡面都赶不上吃 直奔夫人那儿 然而夫人说的紧急情况 竟然就是装个智能马桶盖 可为了保住高薰的工作 咸宇也只能脱下西装 卢起袖子去换马桶盖 装完了给夫人回报 还被嫌弃说不够贴心 不等贤语说完 夫人就从钱包里抽出六张票子 可看了看贤语 手又抖了下 放回去三张 然后像尸蛇乞丐一样递了过去 贤语拒绝 但夫人却不依不饶 戏谑的拿着票子在他面前继续晃 最终贤语喊收下了 毕竟孙颜不能当饭吃 妈妈走得早 家里还有个弟弟要备考 生活得压力压的贤语 不敢在公司刑查探索半步 就连洗澡都在随时待命 可很快 转机来了 处理文件时 贤语发现了一份机密的海外文件 因为这份文件 贤语被财发儿子任命为财务组长 去海外追回一笔命运资金 这时贤语第一次被委屈重任 他没有半分犹豫 跑到了海外拿到了六亿美金 可就当他以为人生要开始开挂时 意外却发生了 他一踏出银行的门口 就被一群打手追杀 结果就被抓了 他们诬蔑贤语 侵吞了财发家的资金 直到这一刻贤语才发现 一切原来都是财发家族的计划 而自己是这盘大旗中 一个可有可无的小棋子 还没来得及反应 贤语就被一枪崩了 云以为自己这一辈子 就要这么寒恨而忠实 却发现自己回到了三十五年前 而自己竟然重生成了财发家的小儿子 难道曾经的卑微打工人 终于要翻身了吗 贤语决定要好好利用现在的身份 找到上一辈子将他害死的真凶 宋忠基新剧开篇就被人一枪崩了 没想到先生死掉的他 竟然回到了1987年的韩国 这一次他不再是一个卑微小秘书 而是韩国第一财发家族的小儿子 陈道俊 但奇怪的是 陈道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在财发家的祖谱上 自己为财发打工了五年 对财发一家的事情 几乎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重生的这一天 刚好是老会长的花甲大寿 可现在他站在财发的全家府面前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孩子的存在 突然道俊一阵耳鸣响起 紧接着 就看见财发家的长孙成俊 偷偷摸摸溜进了老爷的书房 成俊就是之前性格暴躁的副会长 他还曾经把茶水交到自己头上发气 于是他小心的跟了过去 还看到了成俊偷东西 突然看到书房有人 做贼心虚的成俊 吓得后退一步 打碎了爷爷最爱的白色花瓶 可等他看清楚是道俊后 得马上冷静了下来 成俊看周围没有人 直接往道俊手里塞了一片碎片 准备栽赃假货给他 可重生后的道俊 哪是怕事的小屁孩啊 他对成俊说 你从小就这么蠢吗 一句话成功将对方激怒 成俊冲上去准备轮道俊 却不料双方的家长赶来 众人看到碎了一地的白瓷 赶紧询问两个小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成俊一口咬定 白瓷是道俊打碎的 被自己凑脚路过抓个中招 道俊爸爸轻声问 这是不是事实 成俊妈妈听了 还在一旁阴阳怪气的嘲讽 说完 还从成俊的口袋里 掏出了他刚刚头的小刀 这一下证据确凿 对面一家哑口无言 恼羞成怒的成俊 直接给了道俊脸上来了一拳 这时 财法爷爷突然出现 他直接无视道俊 耐心拉过成俊 看过剧本的道俊 一次不差的副书 说出爷爷的话 这一刻道俊才意识到 一切都在分毫不差的 按照过去发生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点 已经去世多年的妈妈还活着 意识到这点后 道俊不顾一切的 跑向了自己家的小餐馆 隔着窗户 他看到了年幼的弟弟 还有那个熟悉的身影 看到妈妈的笑容后 他再也忍不住了 平复完心情后 道俊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点了一份汤饭 妈妈虽然不知道 这个奇怪的小孩从哪里来的 他还是给他端上了一碗热桶的饭菜 注意到他脸上的伤口 妈妈还亲切的 给他递上了一张创客帖 看到这个温柔的举动 道俊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妈妈就在眼前 却不能相认 父母对视了一眼 心想真是个奇怪的小孩 此时有钱妈妈也赶了过来 他担心的让道俊跟他回家 看着亲妈和重生后的妈妈 道俊最终只能跟着有钱妈妈回家 回家的路上 多年以来压抑的情绪却低了 道俊紧紧握着那张创客帖 虽然道俊已经接受了重生的事实 但令他疑惑的是 在离开小餐馆时 他还在这个世界看到了自己的存在 为了找到上辈子陷害自己的人 道俊决定好好利用自己的身份 查清楚真相 于是手握剧本的他 展开了复仇行动 第一步要得到财阀爷爷的信任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爸爸因为娶了身为艺人的妈妈 已经和爷爷的关系全裂 爷爷不仅不认可他们一家的存在 还不给他们参与家族生意 所以靠父母是不可能的 只能靠自己打破僵局 于是第二天 道俊就去了爷爷家里赔了道歉 他无意中在门口 听到了大人们为支持哪个选举人泛兰 而且现在资金紧缺 钱必须要用在刀刃上 道俊知道机会来了 他让秘书转告爷爷 自己是来赔那个白子的 道俊缓缓张开五只手指 二伯嘲笑他是五千还是五万 众人看道俊说的跟真的一样 便询问他是不是父母交他说的 可道俊却说这和父母无关 只是自己的一点小见解而已 既然钱还完了 这里也没自己什么事了 道俊礼貌离去 可还没等他走出门口 秘书就收到了大选的消息 他们打开电视一看 新闻正在播报两个候选人决裂的消息 此时爷爷也盯着电视 他让秘书把道俊叫了回来 卑微隐忍的小秘书 被人污蔑吞并六亿零金 被一枪爆头 死后竟然重生为35年前 顶级财阀家的小儿子 道俊重生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搞钱 搞钱的第一步 就是要得到财阀爷爷的认可 于是收获剧本的他 开始预言哪个候选人会当选 爷爷问他 怎么知道卢泰鱼会当选 而道俊只是说了一个欲帮相征 鱼翁得利的故事 目前的第一名和第二名 已经睁红了眼 最后只会两败俱伤 让第三名趁机上位 财阀爷爷听完没有说什么 反而给道俊处理一道难题 只要他答对就有奖励 他问道俊 知道什么叫吃鱼之秧吗 在激烈的竞争中 吃中小鱼怎样才能从中获利 道俊一脸不解 不懂爷爷的意思 到了晚上 道俊看到一本杂志封面 才终于懂了 现在的韩国就像一只小虾 被夹在美国和日本的中间 水羊集团的半导体 无论是从技术或者价格 都没有与美日两国抗衡的能力 这才是爷爷问题 背后最迫切解决的事 知道了答案后 道俊赶紧打电话给爷爷 却得知爷爷去巴格达出差了 他询问爷爷什么时候回国 却发现那天正是爷爷的死亡日期 爷爷乘坐的那个航班 将会坠毁 他赶紧跑去电话厅 给航空公司报案 说那班机肯定会爆炸 但对方只把这当成了小孩子的恶作剧 无奈之下 道俊只好冒雨 跑到奶奶家里给爷爷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小秘书 道俊让秘书转告爷爷 他知道那天的答案 并且让他转告爷爷 一定不要做那天的航班回国 可这秘书 转头就把记下的东西弄丢了 第二天爷爷的航班找上起飞 道俊焦急的守在电视面前 果然 飞机如未来发生的那样坠毁 此时 家里的电话响了 接着 家族全员第一时间赶到爷爷的大宅 在大伯确认了航班的名单后 全家都崩溃了 就有道俊落在原地 难道过去真的改变不了吗 然而就在此时 爷爷竟然活着回来了 原来 爷爷在起飞前 看到了道俊留下的那张纸条 道俊并没有直接告诉爷爷爷 已经会坠毁 而是告诉爷爷 飞机坠毁那天 是收购半导体公司的最后实现 让小虾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的唯一办法 就是把它养大 爷爷看着留言若有所思 随即决定乘坐当天的最早班机 回到韩国收购半导体公司 因为道俊 接二连三预言了未来发生的事 爷爷也对他产生了怀疑 他把道俊叫到书房 严肃地质问他 是不是能抑制未来 无论是单一化的决裂 或者是谁当上总统 甚至连哪个航班会坠毁 道俊仿佛都能提前预知 道俊在心里灭了一把汗 但重生的他可不是一个十岁的小娃娃 而是一个保镜职场摧残的 三十岁顶级打工人 他淡定地说出了爷爷想听的话 除了爷爷从来没人看到半导体的价值 也没有人站在爷爷这边 他问自己的那个问题 无非想在自己身上寻求支持和赞同 成功过关后 爷爷答应给道俊奖励 问他想要多少钱 道俊却说不要钱 因为现金会贬值 他走到了地图旁边 值了一块土地 爷爷很疑惑 这孩子怎么选了一块鸟不拉屎的地方 而道俊也只是说看着顺眼 爷爷不多说 直接花了五万瓶给他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 那块鸟不拉屎的土地 被政府征用开发 成为了首尔最值钱的小区之一 看着眼前一片繁荣的小区 面对爷爷的询问 道俊也只是说自己比较幸运 接着爷爷就带道俊进了一个金库 送中机新剧 采发家的小儿子 目前更新到第三集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乌鸦 一起追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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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